提到混动车型呢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那世界上有两种混动车型 一种呢就是丰田THS混动 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车型 那的确丰田在混动车型的发展历史上 是有自己独到的优势的 24年的利息 的确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搭载了混动系统的CHR 能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体验 那作为一个中期改款的车型呢 它其实在外观上面是做了一些 细节上的一些调整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大灯 依然是采用了非常大的一个设计 从前面一直延续到了翼子板的上方 包括里面灯组的造型 包括这种LED的以及灯带的样式 是有变化的 前面中往下面这种梯形的进气格杉 尺寸也是有加大的 那作为混动车型 当然蓝色的车标 那也是在车头有一个展现 那侧面呢 其实它是换装了一个 17寸的全新样式的一个轮毂 那我们这个混动版车型呢 是采用了一个双色的一个设计 那整个造型CHR 还是依然保持那种 线条很凌厉的设计 虽然说CHR推出现在 已经有三年多 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了 但是整个车的一个造型设计 可以说还是非常年轻 非常前卫的 并不会有一点点 让人觉得过时的一个感觉 包括它的尾灯组里面的一个 灯带的一个结构 也是有进行一个调整的 那整体看起来也会更加的精致 更加的漂亮 在内饰以及空间方面呢 其实跟老款车型是保持一致的 那只是我们的 混动车型 仪表盘 变成了一个 7英寸的液晶仪表 能显示更加丰富的一个信息 那我们进车内 开起来给大家聊一聊 这台混动的CHR的驾驶感受 现在丰田很多车采用了TNGA架构之后呢 那整台车在整体表现上面 都是有一个很大一个提升的 那你像现在CHR配备这个 2.0升的 混动系统的一个发动机呢 它是有着41%的一个热效率 然后加上电机综合功率 是达到183千瓦 相对于之前燃油版的车型呢 是动力是提升了7.1%的 我们在开的时候 会感觉整台车 包括它前段电机的 混动这样一个属性 能让这台车会给我们 相对于燃油版更好的 一个加速的一个感受 那我们之前的话 也参考过其他媒体的一些测试 其实混动版车型的 百公里加速时间呢 是能比燃油版车型 快了接近一秒的 那除了在动力上面的提升呢 其实最明显的另外一个提升 就是整台车的一个平顺性上面 低速的时候采用一个电机的驱动 然后包括一个CVT变速箱的 这样一个加入 所以说整台车开起来会感觉 顺滑程度会更加的出色 那当然CHR呢 作为一台 我感觉挺有战斗范的 这样一个小型SUV车型 它在整体的一个操控性能上 其实混动版的车型 也是继承了燃油版车型的 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整个底盘给我感觉是非常的紧致的 那同时呢 因为它的电池是被安置了后排座椅的下方 那在不影响尾章空间的天机下呢 那其实整台车的重心是有一个降低的 所以说我们在开起来的时候 整个底盘 包括整个车辆的操控方向给我们的反馈 其实都是有点运动范儿的这种车的一个感觉的 在小型的SUV当中 我觉得CHR的整体的一个操控性能 的确是做到已经非常出色了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混动车型的一个长处 那你像我们这台车 其实我开了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然后我现在表显的油耗只是4.4升每百公里 那简单换算一下按现在斗二油的一个价钱去算 其实平均下来就是每公里大概三毛钱的用成本 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日常车辆油费的这样一个支出 那当然刚才也提到说混动车型在动力上面 以及在整体行驶的一个平顺性上面 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那还有一点 其实就是整台车的MVH方面 因为它中低速的时候 当我们电量比较充足的时候 它发动机不介入工作 那在这种状态下面 那其实整个车的一个噪音控制是非常出色的 那即使说发动机开始介入工作 我觉得它的整个震动的控制是比较轻微的没有问题 那只要说我们不是说很大脚的油门 很激烈的去驾驶 我觉得发动机的噪音 包括它震动的一个控制 相对于同级别的小型SUV的这种燃油车型来说 混动的确是有它很大的一个优势 CHR呢 其实上一年为广风贡献了接近5万台这样一个销量 混动的CHR呢 特别是针对广州这种线排城市 还能享受一个节能车的指标 那为大家省下了很可观的一笔拍牌的一个费用 所以说结合现在市面上能给出的一些优惠CHR 的确是很组合 直下年轻人很有个性的一个作家 那同时又能兼顾燃油经济性 而且还有不错的一个操控的一个质感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去4S店好好体验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